大家好,我是李應聰師傅,小輩小輩,大家互相研究 其實都沒有什麼特別介紹,研究了原學,入了這個圈大約50年左右 執業了15、16年左右,主要都是研究始平八字的地處命令和奇門遁甲 還有一些原空風水的知識,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 今天很榮幸,Celia邀請過來和大家分享一些2024年和2025年的鬆角式氣魂的看法 會用到這個立春的八字再加上奇門本和大家分析 這裡沒有什麼投影機的,有WhatsApp說話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參考一下 先說2024年,2024年還有下半年,上半年大家都看到 好像有一點死氣沉沉的零售行業 好像連續陸續還沒到立春就已經不停有不同的店 就是去執業了,應該說是去執業了 Facebook也有一個專門說不同的公司執入的群組 幾萬人很誇張 也看到有很多古靈精怪的交通意外 我們可以在一個立春八字裡面的奇門本和立春的八字兩方面去參考 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比較特別的現象 如果大家有一個WhatsApp看到就可以一起看 沒有的話就聽我說 就是這樣 好了,2024年立春有一個本 2024年2月4日,下午4點多時就成立了 這個立春就叫加十年,頂人月,募出日更新年 這個就是立春八字 這個立春是整個中國的,不只是香港 我們一定要加一些元素下去 香港1997年就回歸了 所以我們會加入這個1997年的年齡 在一個奇門本一起分析 聽起來好像是合理一點 1997年就是貞首年 大家如果有WhatsApp可以看到 2024年這個立春就有一個奇門本在這裏 奇門頓甲近這十年都比較有熱潮 有些師傅說過,九運就是奇門頓甲大義的 是否真的 我們可以一起研究一下 好了,這個甲頓年頂人月,募出日更新時 我們就開了一個叫做奇門頓甲盤 這一個就是羊盤的拆譜奇門 因為奇門頓甲有幾百種的排盤方式 有次潤、陰盤、茅山、飛盤等情況 非常多的 傳統那一隻就是羊盤奇門的拆譜法 就是大家手上看到的那款 香港,先說香港,大家都是香港人 香港就是兵丑年,就是回歸的 我們將這個兵桿,連命放到奇門本上 就會看到它放進去 左手邊的鎮三弓的那個位置 有一個兵字 今年下了什麼位置呢? 非常之開心,它下了死門 我們聽過的名字也知道很多吉利 在奇門頓甲盤所說的是旗和門 門是有八門的 叫做幽生雙盜景四驚開 旗就要請丁三旗 旗加門就叫做旗門 好了,現在這個丁 丁干香港的一個丁年出生 它是落在鎮三坡,落在死門 死門就古城思宴 就是丁氣沉沉 很神奇,它真的落在死門上 即是反映了第一件事 今年的香港整個氣運 第一,會有疏人死亡的意境 這個是死門的涵意 第二方面當然是死氣沉沉 很不生機 好了,接著我們也看到 在鎮三公裡面 它有泰陰一粒丁 泰陰配死門 就只是低微的現象 因為泰陰是陰暗收藏的意境 好了,接著它裡面 就有天蕊丁 天蕊就是可以用來斷疾病的 病就是天蕊丁 放在香港裡面 就是香港病了的意思 現在這個兵的連命 放在立春八字裡 看到它有三個意涵 就是死氣沉沉 很多人死 第二方面 就天蕊出現了很多問題存在 再加上泰陰有一種低沉的現象 整體就不太刺激 好了,香港背靠中國 不多不少都要說中國 中國是1949年立國 1949年是幾丑年 我們把中國的幾丑年蓋 放進去 放在哪個位置呢 放在左下角的位置 叫做近八宮的位置 近八宮有三個意涵 一個是景門 景門其實就是代表華麗 和血光血在 景門代表華麗 華麗就是帶有虛假的味道 即是看到一種表面風光的意涵 第二方面就是天蕊星 天蕊星其實又是代表華麗的現象 又是背後有一種空虛的 第三是拿了藤蛇 藤蛇是代表鬼詐 是代表煩惱 代表纏妖 即是說 我們看到無論站在香港的連命丁丑年 或者中國的連命幾丑年 這兩個桿下的宮位都不是漂亮的 要下什麼宮位才漂亮呢 齊門頓甲有三個門是最漂亮的 一個就是邱門 一個就是登門 一個就是開門 也不自然 即是說 今年就明顯地整年都要好保守 好保守 大家可能覺得眼見也看到 即是氣氛不太好 好了 我們再看到其他的現象 我們看到就是 在一個奇門頓甲本 右下角填供的位置 就看到有個箱門 再加上一個天充性 箱門就是代表交通工具 在奇門頓甲上來說 天充是代表衝擊 即是說這個箱門的位置 帶有衝擊的現象 好了 這個箱門在錢工 在五行裏面 就是屬金的 錢掛這個位置 它是正正刻住了 香港連命過丁干的鎮三公 因為是金黑布 即是說今年在香港裏面 那個交通問題 是對香港不利的 即是有很多的交通意外 就會出現 在一個奇門頓甲本裏面 又會剛好 又是反映到這件事情 好了 那接著呢 就再看了 再看了 那這樣呢 除了這個交通工具 香港下了死門 是不利之外 那我們也可以再看一下 就是這個 登門的位置 登門這個位置 本身就是登機勃勃 就是做生意 這樣的情況 但是因為香港的冰桿 下了這個鎮三公的現象 而登門就下了在右手邊的對七公 對七公就是屬金的 正正就是黑住了香港的年齡 所以今年做生意的朋友 也是非常之大壓力 就是為了這個延長 奇門頓甲本是完全反映到 今年香港的氣魂 好了 一年入面有十五個月 當然 你不會每個月都衰 總有些月份就會好一點 那現在呢 如果我們看到月份 就叫轉盤奇門 頓時針方向走 走的景門 3月份 去到鎮三公 就是死門了 所以大家會留意到 在香港 還記得 在兩三個月前 3月份 那個月份 是特別多交通意外 就是剛剛下到死門的位置 一邊走 走到什麼時候會好一點呢 要走到這個對工 走到這個對工 就變成生門了 就是 開始有些生氣的現象 對工就是在西日的九月份 即是說 如果我們看今年的 香港的氣魂 可能要去到西日的九月份 才會好一點 好了 那還有幾個月了 好了 那 很多人都關心 在香港 地產、市道 有沒有得 跌停沒有 可以買樓 很多人都問過問題 那我們地產呢 可以看 勿管的字 那麼 在甲月頂星 毛紀更生任貴 這個十千桿 那勿套呢 就是可以煮物業 煮地產 那這個勿套呢 他就放了在 對七工那個位置 那是勿套 那勿套 那勿套呢 下面過了個月期 那就是說 去到九月份的時候呢 那地產的程度呢 會好像有少少 就是沒有那麼大壓力的現象 因為現在跌著 是不是 現在正在跌著 那去到九月份 去到九月份 開始會控股一點 那這個呢 就是2024年呢 我們硬看到那個現象 那但是我們看東西 不可以只看一年 因為你今年買了 明年再跌 那又來又糟糕 那我們就看看 2025年了 那2025年呢 就是這個 2月3日 夜晚 10點鐘 就是害時門 那越智年 無人越 貴貌日 貴害年 那這個呢 就是2025年的 立春八字 再加其他那一款 好了 那我們又要看一下 那一九九七年 香港就是丁 丁的年齡 那看看這次 下了去哪裡 2025年 咦 他下了去右上角 春宮那個位置 又是死門 那就是說呢 香港呢 明年呢 都只是死氣瘋濕 即是未好 未好到 那好巧啊 他又是落死門 又是見到這個添淚症 那就是說 香港還是有病啊 那所以呢 香港呢 明年呢 一樣是 未能夠有什麼生機的回復 就是我們 唱衰香港 我們是說好香港的故事 不過他真的這樣反映 好 好了 那接著呢 就要看看 這個 中國 那中國呢 就是幾土年 出帝的 那幾土年 就下了去 右下角 田宮那個位置 有開門天心 和九川 那中國就開始好 那 就是2025年呢 中國呢 下了去 吉門了 又開門這個位置 那就是說呢 中國呢 就反而是開始好 但是香港呢 都還是死氣瘋濕 就是這樣 好了 那而我們見到呢 這個盤呢 我們叫做 百門福淫 優生雙道 警死經 可以看回原本的工位 而天地盤 裡面來說呢 都是福淫 來的 就是逢是六季 天竿的天神 都是會出以百門福淫 和天地盤福淫的現象 那福淫呢 就是代表那些東西很猛 就好像 你蓋了十幾張棉胎 那樣 就是動不了 太重了 那些皮 原命呢 下去開門呢 是開始有吉利的現象出現 但是 因為是福淫盤的關係 所以 都是好得很猛的 那就是 不要太過 開心 就是這樣 好了 那我們又要看看 我們在一所寫書裡面來講 來來去去看看 有沒有病啊 有沒有很多的交通意外啊 股市升不升啊 樓市升不升啊 說來說來都是那樣 那我們看看 好啊 在這個的冒土 那冒土呢 那 跟香港的丁桿呢 一起跌到去坤宮那裏 都是落地盤 那就是說呢 明年的樓市呢 都是未好得 2025年的香港樓市都未好得 那就是說 如果你說 要買來投資這樣呢 就 似乎呢 都未是一個很適合持基了 那當然如果你說你自住又另計的 因為你自住你本身租金都要錢的嘛 是吧 那你買樓供樓的錢 就是 可能你七成八扣 可能雙差無幾 當然 沒有說不行的 但是如果你是想著 趁它低微而要去買投資呢 看回那個 戰營25年呢 香港的氣運呢 還是不適宜的 因為那個冒土節都有去吃飯的 好了 那如果你說 喂 自己 想搞一些生意 整個香港的生意 那個零售進度好不好呢 那我們看伸門那個維持 因為伸門是特別利用的 那麼伸門呢 就落到去左下角 其實是近八共的那個維持 那就逢空亡 我們就見到有個空字 下了去騰蛇 騰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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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問題 空亡就是只剩下 10至20%的能力 那就是說呢 明年那個零售的經濟 我們看到呢 繼續是比較低迷 但是大陸就好啊 那麼可能 香港 差不多是大陸 所以大陸就開始好 見到有開門 香港就爭門同空 就不理了 那麼這個呢 就大家要去比較留心了 多謝收看 九運360全方位生活雜誌 需要大家的支持 請多給讚、留言、分享 謹記免費訂閱 再按小鈴鐺選擇全部 以確保收到本頻道最新影片上載通知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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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